大家好,我是Den 一边说,你走好,要在那个地方幸福 知道了吗?我会每天都想你的 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次里 这支影片遭到很多粉丝们以及路人们的指责 昨天,可可笑帅的制作部 采访了这位YouTuber 问了他做那支影片的理由 这位YouTuber回答说 我没有要诽谤或者是侮辱次里的意思 我只是想要调念他 只是想跟别人用不一样的方式而已 没想到证音会变得这么大 然后接着说,我想对恶性酸炎说一句话 说实话我觉得一人们 因为酸炎而受伤的话是不应该的 我觉得作艺人就是得忍受这个部分 制作组问他 那你觉得雪莉的事情跟酸炎没有关系吗? 他回答 侧里没有留话说是因为酸炎而死的不是吗? 因为酸炎而在那里哼哼唧唧的话 就希望你不要作艺人了 然后制作组又采访了 在侧里埃及里留这个酸炎的人 乳头很漂亮,所以也很漂亮吗? 制作组问他 你记得之前在侧里埃及留言的内容吗? 黑粉回答 如果是10周之前的留言的话 我会马上道歉的 但是哪已经都过了100周之前的事情来说的话 站在我的立场会怎么样呢? 制作组接着问 我们是觉得 问身体的那个部分漂亮吗? 这句话是带着性骚扰侮辱的意思 黑粉回答 如果有那种意思的话 我要怎么样呢? 这句话用中文真的是表达不出来 那种很生气的感觉 我的留言真正想表达的是 本来就已经很漂亮了 需要做这种行动来毁掉你的漂亮吗? 所以你觉得册里是 故意想要露出胸部 所以才上传的照片吗? 这不是一定的吗? 这是册里的IG空间 非要在这里留这样的内容吗? 黑粉很生气的回答说 你是册里的粉丝吗? 我又不是给你留的眼 然后是另外一位给册里留言 你的乳垢还过得好吗? 的酸民 记得之前有在册里的IG留言吗? 我只是开玩笑的 册里虽然是女生 但是我觉得比一般的男生精神还要坚强 所以我认为 就算留那种留言 册里也不会怎么样的 然后接着说 我觉得恶性酸言是 去死吧这样的内容 我真的不会觉得 只是因为性骚扰的留言而受伤的 艺人不是只获得关心跟喜爱的 对于恶性酸言也要撑住的 所以才可以开好的车 穿好的衣服不是吗? 另外一位给册里留言 款中的上班族则表示 我只是留了款中 这不是骂人啊 我没有留言叫册里去死 也不关心这些 然后接着说 精神状态这么弱的话 怎么能当一人呢? 然后其他有很多 留酸言攻击册里的黑粉们 都表示 不记得当时为什么留言了 我一点都不记得 这样的反应 真的 节目从头到尾出现的黑粉们 没有一个人道歉 感到歉意的 都只是拼命的为自己找借口 装懂 反问而已 对黑粉们的这些留言 韩国网民们的反应是 怎么没有一个人感到歉意呢? 黑粉也是问题 给黑粉铺路的垃圾记者们 也是个问题 昨天节目里出现的黑粉们 真的是每天都可以在网上 看到的黑粉类型 太神奇了 集体精神病 真的想吐 假装是人类的禽兽们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不喜欢一个人 你可以表示不喜欢的 但是没有必要去骂 去抹黑的 这样只会降低自己的人格而已 绝对不要因为别人的想法 别人分析的理由 来改变自己的想法 决定自己的想法 让自己变成一个很丢脸的人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